她是著名电视剧演员,也是著名的小品演员,曾多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,大家也非常喜欢她普世和接地气的形象。 她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牛头本,只要是她参演的电视剧收视率都是非常高的,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,有一个永久的痛楚,她就是著名演员林永健。 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吧,林永健青岛人,空正话剧团演员,国家一级演员,89年加入广州军区话剧团,在团里主要做场工和跑龙套, 她这龙套一跑,就是整整八年,之后又介入了空正话剧团,出演电视剧《和平年代》中的配角,获得了最佳男配角提名,从这里开始林永健渐渐地被注意到,之后与张峰一、李雪健老师合作出演了电视剧《历史的天空》,剧中饰演副军长朱毅等,后又参演了农村奇才电视剧《喜耕田》的故事,饰演憨厚老师的男主角《喜耕田》被大家熟知, 凭借这部电视剧《林永健》,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男演员奖,它是电视剧《我叫王土地》中的水利专家王土地,电视剧《金婚》中的大装,战争剧《怒放》中的赵光客,春晚小品装修中的天津大姐,这个长相平常,甚至可以说是难看的小眼睛林永健,在荧幕上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,而且大多数的形象都非常的接地气,让观众们看到他就感到非常的亲切, 不过林永健小眼睛还为他带来了一个亲切的外号牛头梗,因为他的小眼睛和这个全种的眼睛很相似,网友们都亲切地叫他牛头梗,林永健的妻子和他一样都是演员,叫周东奇,他是空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的演员,他在都市情感系老牛家的战争,重视颜克波尔吉冯三燕,这个角色也让周东奇成了话题人物, 演技没得说,就连林永健都对他赞不绝口,他们两人是在合作小品换岗中扮演一对夫妻,之后互生情愫走到了一起,当时两人的经济情况都不是很好,结婚时也没有婚纱和婚车,更没有房子,只有单位分配的三十多平米的房子,婚后两人就这样窝居,在了这三十平米小屋中,在这样的经济条件, 下周东奇还能嫁给林永健,可见周东奇是很爱林永健的,是也让林永健暗自下定决心,要让妻子过上幸福的生活,为了挣钱,林永健只要有戏他就拍,无论多苦他都能承受,一想到自己的老婆他就动力十足,林永健拼命赚钱的时候,周东奇也怀孕了,工作很忙的林永健很少有时间来照顾怀孕的妻子,也间接导致了周东奇在临盆的时候,没有保住孩子, 而当时的林永健还在拍戏,知道这个消息后,他非常的痛苦,满人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妻子,刚刚出世就夭折的儿子也成了他心中永久的痛,从这之后,林永健只要一有时间就陪着老婆,开导周东奇不要太过伤心和自责,再经过一段时间调养后两人走出了这段阴影,令人高兴的是在林永健四十岁,是儿子林大俊来到了他们的身边,林永健对于这个儿子可以说是百般宠爱, 但也没有浇灌着儿子,始终以好爸爸,好榜样的形象来教育儿子,这也让林大俊养成了乖巧懂事的性格,十五年的时候,林永健还带着儿子,参加了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,节目中许多网友被这对可爱的父子圈的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